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你好 又到原來中醫的時間 大家好 上一集我們講到癌症系列 上一集我們記得是講鼻衣癌 今集我們講肝癌 香港肝癌的發病率都很高 不單止是香港 全世界的發病率都比較高 肝癌其實在癌症裏面 發病或者排名大概是排第三位 香港的發病率大概每年都有千多二千種 死亡率其實都不少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癌症的時候 都比較慢期 為何會這麼慢期呢 林醫師 主要因為肝癌這個病 其實早期的症狀是不明顯的 一般很容易被人忽略 一旦真的發現了症狀出現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中晚期的階段 變成了在中晚期階段 要治癌的時候 其實那個難度都很高 所以那個死亡率都會比較高 其實肝癌為何這麼慢期發現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肝癌本身的內受性 即是那個忍痛能力比較高 原來在我們身體的部位 很多時候我們其他身體 有痛的時候 它會馬上反映出來 但原來肝癌的內受性是比較強 很多時候我們出現中症 或者不舒適 它不會即時反映到痛彩的反映 所以到真的病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它才出現痛感反映 這種痛感反映 很多時候當你有的時候 都已經去到晚期的癌症 肝癌本身其實是在我們身體人生 主宰了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譬如我們身體很多時候 血液的儲藏和製造 都要經過肝癌 譬如我們分解蛋白質 肝癌都會處理製造蛋白質的過程 亦都是分解凝血因子 亦都是可以清除細菌、毒素 以及它本身可以解除一些酒精的毒素 亦都可以製造蛋白質 肝癌的功能其實很大 如果出現病變 就很嚴重 身體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 林醫師可否講解一下 除了這類的功能之外 身體會發生甚麼問題 如果出現肝癌或肝癌 如果真的出現肝癌或肝病變現時 一般都會出現一些症狀 譬如周醫師所講的痛 痛的地方會有腹部 我們的右腹部不舒服 上腹部不舒服 腹部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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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會向我們的右肩部放射 也會 如果我們的肝癌 刺激到我們的橫隔膜神經 這時候都會引起我們剛才所講的 有肩癌痛 除了痛之外 其實有些消化系統的疾病 症狀都會出現 譬如說肆肉不振 胃脹 胃覺得很不舒服 這些都是一些消化系統的現象 譬如說 除了消化系統的症狀以外 有些體重下降容易出血 還有覺得想嘔吐 人容易紛紛沉沉 這些都是一些除了肝癌 是經常出現見到的現象 除了剛才的症狀和體症以外 我們一些肝癌獨有的症狀 我們都會發現到 譬如說我們在腹部 會感覺到有些硬塊 在肝區感到有些硬塊 摸下去很刺手 通常出現硬塊 都是因為肝臟癌症 肝腫大 或者癌腫 腫脹擴散到臘骨附近 所以當時會出現一些硬塊 如果硬到臘骨便會痛 當硬塊它阻塞了我們的肝門性脈 我們便會容易出現腹水 這些現象 除了這些症狀以外 我們皮膚 即是肝膀 我們都會觀察到一些不同 皮膚方面 我們見到它如果出現了變黃 黃膽面臟 也表示肝腫瘤 都已經壓迫到我們的膽管 主要是膽管閉塞至黃膽 它不單止皮膚會出現黃色 黃膽的症狀 其實有時候眼白都很容易看到 黃膽的症狀 初期未必 不是即時分佈全身 可能會先出現在指甲 或者先出現在眼白 繼而分佈全身 另外 最初期的時候 可能只是出現輕微的 有上腹部的疼痛 主要是因為肝腫腫大了 所以明顯是有上腹部 會出現一種象徒的現象 而如果真的出現右肩部的疼痛的時候 肝腫的發大情況已經比較嚴重 可能發大到眼睛到橫甲膜 這已經是比較嚴重一點出現 第二 如果剛才我們用黃膽的情況來分析 它是戰進式的 例如指甲、眼白 然後到全身皮膚都會擴散到全身 所以 如果出現了輕微的黃膽的時候 已經要提高警覺 不是到全身 開始有的時候 才來做治療 還有些甚麼補充 在症狀上 在症狀上 除了周醫師所說 那些黃膽面像 例如說小便 小便的顏色也有不同 例如說小便是茶色 深色是茶色的小便 大便又會變淡色 這些症狀都需要大家留意 如果出現上述 剛才所說的症狀 都要預防 而肝癌的病法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可能聽過 可能原因有很多種多樣 但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來自於幾方面 譬如說 我們如果本身有 乳型肝癌 或者是肝癌化的人 就要特別小心 或者脂肪肝 這類病變的人 都特別容易引致肝癌 至於我們在統計上 也知道 譬如說哪個地區的 乳型肝癌 肝癌的病發率特別高 或者帶菌者特別多 那地區肝癌的發病率 也特別高 所以如果在那個國家 或者地區 乳型肝癌是耗發的地區 自己要特別做好預防措施 或者定期做一個身體檢查 因為肝癌本身出現的時候 其實那個訊號是比較活慢的 當它出現訊號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比較慢期 所以如果有這些 本身有餘型肝癌帶菌 必須要定期做檢查 除了餘型肝癌之外 其實原來丙型肝癌 也會造成引致肝癌 不過因為丙型肝癌 比較不常見 所以我們在觀察上面 其實不多是丙型肝癌 不是因為丙型肝癌 不會少引致這種病 其實是因為本身 丙型肝癌是比較少人 也有的 而餘型肝癌是比較普遍的 但是香港和國內 我想都是 乳型肝癌比較多人發病的地方 會是的 在中國裏面的統計 原來乳型肝癌帶菌的人數 是很驚人的 是 不說不知 說出來可能很可怕 原來每兩個人 就有一個人有帶菌 在中國地區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有呢 原來環境的衛生做得比較差 很多時候他們對於意識比較低 中國的農民也比較多 很多時候 譬如說我們透過肝癌 透過一些血液傳染 譬如他們可能有時候 戒親 或者是理髮 剪髮的時候 可能整損了 可能這類的都會傳染 變成在很多環境裏面 他們接觸 緊緊距離接觸 或者是一些血液的接觸 都會產生這種乳型肝癌大菌的情況 中國的比率是很高的 或者是落後地區的比率 印度 或者是一些比較貧窮的地區 都比較多些 尤其是可能 母親懷孕的時候 如果她本身已經是一個 乳型打菌者 其實是她傳給她的拖兒 這個機會很高 是的 這種遺傳性很高 所以一代的遺傳 患病人數是越來越多 而乳型肝癌 原來很多時候會引發 譬如說後期會出現肝癌化 如果是得不到適當的休息 或者是飲食不當 乳酒等等 都會引致肝癌化的出現 如果說到乳酒 其實中國大陸 乳酒的情況 其實都很普遍 是的 所以很多中國的人 可能本身已經有大菌的現象 如果再加上乳酒 其實很容易就 引發成肝癌化和肝癌的現象 而香港跟中國大陸的交往和接觸也比較頻繁 例如跟大陸做生意 通婚 甚至乎家屬可能都在大陸居住 或者是很多親戚朋友 經常回到來往 這種也是引致香港的病發比率 肝癌的病發比率 其實都很接近中國 雖然少些 但是其實越來越多人 有這種肝癌肝癌大陸的情況 所以我們觀察到現象 肝癌化的人也特別多 另一種就是脂肪肝癌 脂肪肝的病發比率 原來都是引致肝癌的重要原因 而脂肪肝的形成就是 很多時候肝癌類 或者本身有餘形肝癌 他再飲食不節制 有膽固性有超標 很容易引致脂肪脂肪在肝癌上 周醫師說得很對 脂肪肝其實都很容易會引起肝癌化 原來不講不知 另一題就是 其實我們的肝癌本身正常來說 是棗紅色的深紅色 但如果脂肪肝的朋友 如果他有機會看到他的肝是甚麼色 原來發覺他的肝是淺色 淺色了 又會是粉紅色淺紅色 即是表現了肝癌 已經有了不少脂肪 所以他的肝在表面看起來 是淺色了 好像油 瀝了之後都是白白的 是的 我們很喜歡吃平時常吃的鵝肝 其實就是鵝的脂肪肝 性質很類似 好的 要少吃一點 少吃一點 除了這些病變之外 原來有些食物都會引致 剛才說的幾種病會引致肝癌之外 原來某些食物 我們平時經常吃的 也會引致肝癌的病發 譬如說一些花生 或者一些糾類 如果是處理不當 而出現了髮毛 原來裏面有些黃曲霉素 都很容易引致肝癌的病發 譬如說罐頭 分酵的食物 煎炸的食物 原來也是引致肝癌的 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是 因為這些對肝癌不斷造成破壞 但是肝癌本身又能夠自我修復 在一個不斷破壞 和不斷自我修復的過程中 肝癌的細胞會引致變異 就會引發肝癌 是最重要的 所以平時我們應該 不注意自己的飲食 不要吃那麼多煎炸油的食物 分酵、醃製的食物 還有罐頭類的製品 或者是糾類 尤其是花生 如果發了毛 就要小心一點 就消息一點 除了飲食之外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的物品 都容易引致肝癌受損 例如一些污染物 尤其是塑膠廠釋放出來的醉綠穴器 這類的塑膠製品 如果吸入了我們人體裏面 對肝癌又會有一定的損害 最終也會容易引發肝癌 我們也要小心一點 沒錯 但是我想問一下肝癌 肝癌是會傳染的 所以應該是否這個原因 也是引致肝癌的發病率比較大些 也是的 但是只要我們自己保護得當 肝癌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傳染的 它需要經過血液的傳染 譬如說 如果你想吃飯 坐在一起 它就不會傳染肝癌 對 聊聊天也不會傳染肝癌 它不像傷風感冒 透過飛沫傳染 口氣 或是塵埃 也不會傳染過來 所以 也不是那麼害怕 不過就是 很多人因為衛生意識不高 或者是對醫學的常識知道比較少 所以就出現了一些不差 一些態度的接觸 或者是沒有做好衛生的防禦 而出現了一個感染 或者是傳染 其實要預防一個肝癌 其實也不難 譬如周醫師所說 注重衛生 譬如說 不要共用針筒 安全性行為 婚前要做一個正確的檢查 看看雙方 父母雙方有沒有大肝癌的現象 其實做了這方面的預防措施 其實肝癌的感染機會 就會大大減少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其實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共用針筒 通常是出現在吸毒者身上 所以吸毒者傳染這類肝癌的機會 都特別高一點 另外現在很愛國 特別提倡安全性行為 用安全套這件事 在中國人的社會裏面 是比較避諱一點 因為很少去談論這件事 但是其實現在下一代 年青一代 都經常有一些叫做小學階段 一些性教育 叫小朋友認識這件事 其實我們大人 都要認識正確去面對這件事 小心一些 做足的一些安全措施 避免一些直接的接觸 避免一些高危的傳染 除了這類的疾病之外 其實肝癌主要有兩大類的 一種是懸發性 一種是轉移性 甚麼是懸發性 甚麼是轉移性 其實懸發性肝癌 主要是因為肝裏本身的細胞 發生了變異 它的基因發生了突變 人性形成了一個癌細胞 它一般來說會有肝細胞癌 和這個淡觀細胞癌 另一方面如果轉移性的癌症 一般都會有其他身體 其他地方轉移到肝裏引起的肝癌 所以肝癌主要分為這兩大類 轉移來的癌症通常是因為其他部位有癌症 而透過淋巴轉移 而引致肝發性的肝癌 所以這兩種癌症的治療方案 會有少少不同 但在中醫的角度 我們怎樣去看肝癌 病基的病因是甚麼呢 其實中醫來說 其實對於肝癌的病病 其實都很廣泛 一般來說 譬如說 濕葉邪毒 類似我們見到的酒精類 或者乳肝病毒類 類似這種濕葉邪毒的現象 有些血癒 肝鬱 氣滯 令肝癌中的氣肌失腸 久而久之都會引發肝癌 除了剛才這兩個原因之外 例如一些蟲類 寄生蟲類 如果不斷侵蝕肝癌內的細胞 肝癌細胞都會因此發生變異 引起肝癌發生 但我知道中醫很多時都說 漆程會傷內臟 這樣是否又是其中一個因素 漆程傷身 其實在很多病都很適用 但在肝癌來說 其實也是同樣 情次會傷肝 主要是很憂慮 憂慮也是會令肝鬱氣制 如果是老老也是傷肝 如果經常有這種情緒 或是有抑鬱症的人 亦都特別容易有肝癌 另外剛才我們提到 有些蟲類的事情 即是在肝臟之身 這種情況通常 香港人經常會有這種情況 為甚麼呢 我們經常都會談論到 早前都會談論到 有些肝吸蟲的病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聽過 很多時候我們香港人 近年是很流行打火鍋 打火鍋在坊間是特別性癌 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特別性癌 就算夏天 都好像生氣著很厚的衣服去打火鍋 開大的冷氣來打火鍋 其實打火鍋在北方是比較性癌的 天氣比較冷的地方是流行的 但近年傳到香港是特別流行的 但原來打火鍋為甚麼會引致 剛級蟲的疾病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正確的打火鍋的常識 原來我們只顧著吃 但原來吃的時候忽略了衛生意識 很多時候我們夾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 很多時候我們忘記了就用了同一隻的筷子 變了很多時候我們生的食物裏面有很多的菌 這些菌尤其是剛級蟲的特別會寄生在新鮮的肉 豬肉或者是在某些肉類裏面 很多時候你如果沒有煮熟 沒有高溫消毒的話 它很多時候就會入了身體 在肝臟寄生 引致肝臟寄生了很多的肝臟寄生了很多的肝臟寄生 而引致肝癌 所以喜歡打火鍋的觀眾或者朋友就要認真留意 尤其是我們吃生的肉類的時候 即是打火鍋的時候 你應該分開筷子去吃 生的食物夾完之後放進去 如果要煮熟了之後 記得要煮熟 有很多時候我們很勤勤青 未煮熟就夾起來撈起來吃 這個也是引致傳染江級蟲的病 記住放生的食物進去煮熟後 撈起熟的食物才好放生的食物 很多時候我們只知道筷子會交叉傳染 但原來食物都會 因為很多時候生的熟的食物 放在同一個煮熟裏面 急急忙忙去夾熟的食物 但有些生的食物未熟 它都會將菌帶在熟的食物上 所以這個交叉傳染也引致 很多人忽略了這種傳染 令到很多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引致的肝癌 原來是江級蟲引起的 或者我們一會兒再探討一下 江級蟲能否防備到日常生活 我們繼續下一節 剛才提到周醫師提到肝吸蟲 萬一感染到 我們會否在早期發現到 早期是很難發現的 因為在肝寄生的時候 如果不是很嚴重 其實我們很難發現它有這件事 除非你抽血檢查 但是一般人很少去驗這件事 所以也比較難發現 即是驗到幾倍加貨的 幾倍加貨 因為它可能小小的 是存在你的身體那裡 它的寄生在那裡 但是你快驗的項目 你不是即時去驗這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是斷項目去驗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不會那麼刻意去驗這件事 所以通常都會去到很後期 出現了癌便 才會被發現 所以預防的方法 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特別喜歡打火鍋的 生理衛生 即是飲食衛生 其實平時很多人喜歡去驗一下肝炎 即是自己是乳形肝炎大菌者 是 那這個會否發現到 很早期 乳形肝炎大菌者是可以驗的 驗到肝級蟲那件事 只可以驗到乳形肝炎 它本身是 譬如說 你驗乳形肝炎 你不會知道有丙形肝炎 你驗丙肝炎 也不會知道有乳形肝炎 那時你呢 要逐樣去驗 如果你沒有意識到那件事 你就不會去驗 所以如果自己不清楚 最重要是找回專業的醫生去做指導 那如果驗肝炎的時候 除了驗肝炎裏面的抗體之外 其實都驗到 驗我們的肝功能 都可以推測到我們的肝的狀態去到哪裏 這個是比較大範圍知道肝功能的情況 但是你未必很仔細地知道 是肝級蟲的病變 但是也有一個比較好的意識 就是你知道肝功能差 那你就立即做一個預防措施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 身邊有些朋友 曾經患過乳形肝炎 但也會自動自己康復 那會更可能有一個好處 對他的身體會增強一個 對乳形肝炎的抵抗 抵抗菌 其實他要怎樣說 一個大菌者和一個病發者是不同的 但是通常病發的時候 會很明顯有一個症狀出來 但是好翻的意思 其實他也是潛藏了 你變成是大菌者 你不是發了出來 但是不等於你將來不會再有機會發出來 很多時候如果是大菌者的話 都很容易 譬如說你休息不好 或者是飲食不節制 他很容易都會引致脂肪肝炎 或者是肝炎化等等的跡象 但是我剛才所說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果他曾經染過肝炎 然後自己可以康復 他可以抵抗乳形肝炎外來襲擊 就是以後的防禦 就是他可以預防乳形肝炎 亦都會回復 他回復 可能他本身有一個抗體 但是如果身體出現某些 譬如說休息不充足 或者是其他問題的時候 他譬如飲食不節制 他都會有一種突然間出現黃膽 或者出現那個症狀又發出來 但是起碼是否身體會多了一個抗體 對於餘形肝炎 會的 會的 但是他潛在身體的大肝炎之後 他都會引致那個 譬如說容易出現了肝炎化 剛才也分析了肝蓋蟲 和餘形肝炎的現象 那我們可以怎樣預防這方面的感染 和怎樣預防肝癌的發生 其實預防的範圍就很廣 最重要就是我們首先避免肝炎的發生 譬如說你本身沒有的 那你就要預防它 不要被感染 沒有肝炎的發生的話 如果不是感染到的話 你就比較少機會出現肝炎化等等的跡象 另外就是說 不要於酒 喝酒 酒精類的食品對我們的肝炎的傷害 亦特別嚴重一些 所以平時少喝烈酒 就算含酒精比較低的飲品 亦都不會經常喝太多 另外就是說 休息要得當 就是個人不要太勞累 勞動或者工作 不要太疲勞 不要太夜睡 這也是保養我們的肝炎 一個很重要因素 另外就是體力的消耗不要太大 譬如說 如果本身體力勞動比較多 或者運動本來是好事 適當的運動 亦都是有預防 令身體抵抗力強些 有預防肝病變的一種好處 但是如果是過度的話 亦都會令身體的體力消耗過大 亦都會引致身體器器虛弱 亦都會容易引發一些硬變 另外就是防腦亦都不要過度 譬如說飲食 譬如油膩、分酵、醃製的食物 罐頭類的食物 這些都比較避忌 譬如說 如果是一些豆類的食品 譬如說 尤其是花生類 如果出現髮毛的跡象 要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進食這些食物 或者是燒焦的食物 亦都要避免人進食 很多時候我們不在意 可能烤烤烤 譬如說我們香港人 都很流行去加外烤烤 烤烤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燒焦了很多的肉類 甚至乎現在很流行用麵包去燒 點一些東西去燒一下 或者是一些腸 很多時候我們燒烤 很容易燒焦了一些食物 燒焦的部位 亦都是引致我們硬變的因素 譬如說 一些分烤 醃製的東西 現在我們香港人都很流行吃臘腸 鹹魚 或者是那些火腿 或者是那些叫做金牙火腿 這些都很流行吃的 但是這些食物 亦都是容易有致癌物質 要小心進食 當然我們情治的因素 要調節得當 控制我們自己的喜怒哀樂 不要太過激烈 對自己調順自己的心情 心境平和 是預防癌變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肝癌 周醫師剛才所說 就是在食物方面 或者情治方面 但我都聽過中醫很多時候 有句話 氣痕即血痕 氣細就是血乳 剛才林醫師又說了血乳這件事 其實周醫師自己也是氣功界 這麼權威的人馬 我都想你看看 如果在氣功方面平日 如果有練氣功的人 會不會在氣痕方面 會比較暢順一些 而少了血乳的問題 如果在氣功方面 其實都是預防癌變的 很重要的因素 在我們的觀察 這麼多年病人方面 我們觀察到 如果身體氣肌暢黃的人 或者是氣血黃性的人 很少出現癌變 如果是氣肌虛弱 或者是精神比較差 或者是身體比較疲累的人 亦都容易出現癌變 所以如果是精神暢黃 體力充足 或者是氣血各方面 都比較健黃的人 得病的機會率也會低一點 而氣功本身也是 令到我們修煉過氣功的人 氣血運行一定會好一點 身體的瘀血比較少一點 當然精神會足一點 體力會好一點 當然要練 不練 很多人說 我練氣功好像吃了萬應丹 以後什麼病都沒有 這個只是口號來的 練氣功只是一個口號 可能他一個月練一次 那算不算練氣功 那就不算練氣功 因為很多人覺得 可能一個星期上一次 課堂 以後都不會有病 這是錯誤的觀念 學了其實是需要練習的 如果不練的話 你也是掛在口號 覺得自己健康一點 其實都可以當是一個 每天的運動 即每天都提示自己做一做 每天都提示自己做一做 對身體的鍛鍊 會好一點 很多人練了之後 會覺得 那天練完之後 那天精神特別好一點 特別暢黃一點 就算那晚不夠睡 第二天起床 他都覺得精神幾暢黃 不會特別累 會不會是因為肝臟是藏血的地方 所以如果鍛鍊氣功的氣功行得好 肝的引發有血癒的機會是少一點 氣癒就是血癒 血癒的血癒自然會少一點 乳血脊序的機會就沒有很多 當然要勤力練習 通常要血氣功行得好 我們要動靜結合 很多時候動功也要鍛鍊一點 靜功也要鍛鍊一點 如果以調理身體為主要目標的話 我們通常以練動功為主 或者是以命功 命功的修煉 就是鍛鍊我們身體的體質 或者驅學 內臟機能 我們為之命功 除了那幾方面 還有沒有其他我們要留意 是減少肝癌或者肝癌化的機會 減少肝癌 其實我們剛才說了很多預防的方法 當然要做適量 除了鍛鍊氣功是好的 譬如你平時也可以做適當的運動 還有要放鬆心情 或者如果遇到壓力 記得找方法去舒緩 譬如可以聽音樂 不要放鬆心 不要放鬆心 很多人覺得 中國人很喜歡忍 忍 忍 忍得太多 很多時候我們的氣會會滑 或者是在內臟裏 但不忍又太極端 爆出來就找人吵架 就和人吵架 不適當的 忍又不適合 適當的宣洩 例如做運動 出汗 或者找朋友傾訴一下 或者透過去郊遊 去郊外 吸收新鮮空氣 散步 活動一下 也是舒展身心的很好的方法 另外 例如看書 或者聽音樂 這也是舒緩壓力的很好的方法 周醫師也說了很多治療方向 其實還有一點 我們都應該很留意 就是譬如我們本身已經有肝癌 肝癌的大肝癌 或者已經有肝癌化的情況 其實要預防發生肝癌 定期需要看醫生 定期做一個身體檢查 會看病發生性如何 身體發生性如何 就可以有效預防到肝癌的階段 大學多久檢查一次呢? 建議 其實我們建議都會幾個月 例如兩個月至三個月 第一次檢查 對自己的健康 會有一個好的觀察 是 而驗血 很多時候定期的身體檢查 驗身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本身已經有肝癌 或者肝癌化 最好 最起碼每年要檢查身體一次 即是做一個化驗 或者定期的身體檢查 如果當時身體特別虛弱的時候 就算沒有特別的症狀出現 最好檢查頻密度 會再補範一點 例如半年檢查一次 保障身體健康 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 如果本身有潛床病變的 定期看醫生 也必須要 但會否肝癌這個問題 即是說肝癌 未到肝癌化的時候 是比較早期一些 如果未做身體檢查之前 都很容易被人發現到 因為中醫很多時候都說 以外測內 以外就知道裏面發生甚麼事 但肝癌是比較容易 在表面看到的病症 是 肝癌是比較容易表面看到的 很多時候出現 譬如說肝癌 其實都會出現黃淡的跡象 很多時候 但可能會出現在指甲 眼睛 皮膚軸部就會變黃 這些不一定去到癌症 在肝癌時期 他已經有這些跡象 還有 如果是肝癌 他本身的人 是特別容易累一點 特別容易睏眼睡 特別容易累一點 精神不是很足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都以為 我不夠睡而已 其實當你精神打陷 不夠睡 精神不足的時候 都要引起注意 最好看醫生 即是說 中醫都比較容易看到出來 是的 容易看到的 我們透過把脈 或者是 透過一些檢查 都會知道 很多時候 我們 對中醫的檢查 未是很明瞭 其實我們中醫把脈 對身體檢查 跟化驗有些少不同 很多時候 我們把脈出來的脈象 是顯示到 你身體內臟的機能 開始虛弱 或者開始出現病變 我們把脈已經檢查到 很多人以為 我驗身都沒有事 可能指數沒有事 但是很多時候 中醫把脈 就把脈到 某些內臟比較虛弱 可能心血比較虛弱 或者是腎虛 多數腎虛的人 都不適應自己腎虛 因為我驗腎功能沒有事 各方面的事情都正常 小便又沒有大問題 但原來腎虛不代表 腎臟功能有事 我們指腎的經絡範圍 功能比較虛弱 不能夠正常 很強健的運作 已經是出現病變先兆 其實是 如果是因為肝炎而引起的肝癌 就可以容易看到 即使是中醫 如果是轉移性的 應該是不可以怎樣救 會不會 轉移性是其他內臟轉移過來 轉移過來做肝癌的時候 就不能預期 一早就預防做不到任何功夫 都可以 其他內臟轉移過來 很多時其他內臟都會有病變跡象 所以我們從其他內臟方面 可以檢查到那個氣肌 那個內臟是出現了問題的 Daisy也提及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究竟怎樣治療肝癌呢 我們看回中醫有個文顯 今季以來裏面有句說話 健肝之病 知病串皮 其實原來發覺肝癌有肝病的朋友 其實他的消化系統 原來都是有些不正常的病變現象 所以治癌肝癌之餘 原來中醫也會治癌皮 提升它的消化及吸收功能 這個中醫有句說話叫肝病範胃 即是肝氣可能觸犯到胃的氣肌 皮胃都會虛弱 而令到皮胃運化失思 即是運化不正常 有時會出現消化不良 或是食肉不振等等的跡象 所以有肝病的人 我們都要治癌皮胃的問題 這個可能跟五行 中醫的五行來講 肝是屬木 胃是屬土 肝是黑木 所以肝病容易黑 我們的消化系統 例如胃等系統 是的 中醫講五行 陰陽雙雙雙雙 如果將來我們有機會 可以講多一點這方面 可能觀眾也有興趣 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整體 譬如一發現有肝癌或肝病 有問題的時候 來中醫醫治 需不需要結合西醫 一起會好些 或是中醫都已經可以自己治療得到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西醫治療和中醫治療 哪個先行後呢 通常如果是早期發現 其實中醫和西醫都無所謂哪個先行 但是如果你急性期的話 已經出現了很後期的話 可能要兩方面結合治療 譬如說用手術切除的方法 但是如果它已經有轉移的跡象的話 切除都沒有用 可能要用化療的治療 但是要看回個人的體質 如果體質不恰當 或者體質不夠強的話 我們觀察也會看到很多人 因為化療的弱力太強 而令它失去生命 所以如果體質不夠強壯的話 最好在治療之前 做一個身體的提升 而這個提升在中藥方面的幫助 是很有顯著的幫助 我們叫做在治療前和治療後 我們都可以作出一個很好的輔助治療 而且醫中藥也都可以減低很多 病發症的出現 譬如說治療後可能真的很累 氣血虛弱 或者脾胃、殞飯不夠 消化不良 或者食欲不振 其實中醫都可以幫助 在這方面提升這些 改善這些功能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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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提升體質 但是我們 如果在我們自己的觀察治療裏 發現中藥對癌症的治療 其實不單止是一些輔助治療 現在其實在醫療體系裡 在香港的架構裡 是處於一種輔助治療的角色 但是在國內的醫院 其實中醫中藥 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而它的效果也是相當理想的 我相信 接下來繼續發展下去 市民對中醫藥 如果越來越多認識 它就會明白在這方面 在使用方面 它對癌細胞的抑制 或者控制的擴散 或者復發的效果 都相當理想的 除了這些之外 自己可不可以日常 你剛才所說的做運動 大中醫很興趣的一件事 就是按穴位 有沒有特別的穴位 做不做得的 或者已經有肝硬的人 或者預防又有甚麼分別 其實在穴位方面 我們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治療 但是它都是改時的症狀 令到它的舒緩 有些不適的 很多時候 譬如說我們肝密氣制 通常都會按旗門穴 而很多時候肝臟功能虛弱 我們都會按旗疏穴 這個也是可以幫助我們 令到肝臟功能會活躍一些 以及提升肝臟的能力 另外就是肝臟如果腫大 或者肝內肝區的壓力太大 其實也可以按太沖穴 效果也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以主要治療來說 我們都是以藥物內服 或者是外敷的中藥效果 會理想過用穴位 以肝癌治療來說 如果日常的飲食方面 有沒有特別的食療可以幫助我們 或者吃甚麼可以防止肝病的發作 其實在肝癌治療來說 飲食方面我們有很多方面需要注意 我先講一部分 譬如說我們平時有些食物 是特別對預防或者治療肝癌 特別有幫助 譬如說菇類的蘑菇 蘑菇對抗癌或者預防肝癌出現 也很有好處 一邊含有很多很高的膝成分 所以蘑菇也是肝癌主要的 一些調養飲食食物 譬如說有一種食物叫膠白 膠白對肝癌的乳後 或者營養的補充 也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譬如說普遍癌症 肝癌也是一樣 譬如說進食一些西芹 或者是番茄、紅蘿蔔 適當補充維他命A、維他命C 或者維他命E 對預防肝癌或者治療肝癌 都有一個很好的幫助 當然這些維他命的食物 最好是天然吸收會比較好些 避免合成的維他命製製 最好是天然在食物裏面吸水 而這些維他命很多時候 都在新鮮的蔬果山菜裏面 是混合比較多些 當我們平時煮食 如果在高溫烹調之下 譬如說超過45度 很多維生素已經降低了 如果再超過60度 基本上大部份的維他命A、維他命C 都不見了 所以如果想補充這類的營養多些 我們提議在預防或者治療方面 應該都是把這些生果蔬菜 即是新鮮地吃 打碎它 因為很多時候 無論你有病與沒有病 經常咬紅蘿蔔這麼硬 咬一條都覺得很累 再吃番茄 再吃其他的菇 再吃很多西芹 其實我們一天很忙地吃東西 所以無論有病與沒有病 治療與預防 其實當你將這些新鮮的蔬菜 生果打碎它 連渣和皮一起吃 效果會更加理想 這集我們已經聽了很多 如何預防或者治療肝癌 我們下一集繼續會說另一個癌症 是 我們會說乳癌和子宮頸癌 乳癌和子宮頸癌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